大家好我們是電影老實說 我們今天要說的是蝙蝠俠 我是Elly I'm Batman 你知道這是什麼梗嗎? 我不知道 這就是那個啊 不是國外有一個YouTuber 是那個什麼 我知道 應該怎麼演 應該怎麼結束 然後他不是每次那個超人都說 為什麼你怎麼每次都在玩 他說 Because I'm Batman 我知道那個 就是他們在餐館嗎? 對對對 為什麼你那麼有錢 為什麼怎麼樣 他每次回答就是 Because I'm Batman 可以 好啦 緩緩氣氛 畢竟我們是剛看完蝙蝠俠 就立刻來錄了 大家可能會很好奇 為什麼這週會上兩部電影 Elly要不要解釋一下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Elly看完蝙蝠俠這部電影之後 覺得這太好看了 他想要趕快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 這已經超越了上一次他說 知之文是他最愛的 超級英雄電影了 這變成他現在最愛的超級英雄電影 對 沒錯 所以我們就是決定這週 馬上 就上兩部 對 然後大家趕快進電影院去看 對 這部很久 對這部快三個小時 好 OK 那我們開始前還是要簡單的去介紹一下蝙蝠俠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蝙蝠俠到底在幹嘛了 但是 怕真的有一些少數人不知道 所以我們還是 介紹一下 對 好 那這部蝙蝠俠的劇情是圍繞在布斯維恩 就是Bruce Wayne 他成為蝙蝠俠兩年之後呢 高潭斯的犯罪率仍然是高居不下 然後甚至出現了新的瘋狂罪犯 叫做謎語人 然後他連續殺害了市長候選人和地方檢察官 讓高潭斯陷入了一片恐慌 當初我們在看預告片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部片應該是很會很像漫畫裡面的場景 就是他整個製造那個氛圍 給人的感受 我自己是沒有看過漫畫 但是 我記得我們之前錄電影老實說的第一部 就是有講到蝙蝠俠的預告嗎 我們後來回去聽 我那時候講的就是 我覺得羅伯派丁森很適合這個角色 我也覺得這個導演就是麥特里維斯 因為他之前有導過科洛佛答案 還有那個星球崛起 然後我覺得他可以掌控這種大場面的電影 然後他的風格也很適合這個電影 但是預告裡面就是少了一個關鍵的一個因素 就是故事到底是什麼 在預告裡面看不到 對 但是我看完整個電影裡面的故事之後 可以很大聲地告訴大家 就是快去電影院去看 A真的覺得這部片超級好看 那時候看完的時候還問我說 你覺得這部片怎麼樣 我跟他講說還行吧 然後他又會講說 什麼還行而已 這超好看 沒有 不要這麼誇張啦 這樣大家太期待 然後看完之後就覺得也還好 不過我真的要抱怨一下 就是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 旁邊是有兩個好像是肥仔 我再抱怨一下 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 常常去嚇一些莫名的注釋 就是重點他講話不是很小聲跟他旁邊的人講 這就算了 他是那種很大聲的 然後就是很一般我們在講話的那種方式 就可能這個蝙蝠俠 簡單舉例一下 像後面可能貓女 蝙蝠俠被壓在地上打的時候 然後可能貓女準備要出現 然後他就會說 貓女要出現了 我現在想說 這大家都知道 你不用特別講出來 我就想說 你可以讓我們好好專心地看電影嗎 重點是因為他坐我旁邊 然後他講話很大聲是不是 對 你沒聽到嗎 我沒聽到啊 他坐我旁邊他講話就是我 你聽得到的聲音 他聲音就是我們一般講話的聲音 就像我們現在錄Podcast 我跟妳講話的聲音 然後重點是什麼 他重點是可能場面要換的時候 他就會起來 然後換一個姿勢 然後整個椅子就會一直跟著動 你有沒有感覺那種 在看電影的時候 感覺椅子一直在晃 喔好像有欸 對不對 拜託大家看電影一下 注意一下李怡 趁我們現在還沒那麼紅的時候 那來講應該是不會 調到那個當事人來聽到 欸可是那時候 我進電影院的時候有嚇到啊 因為很少人 不到20個人的人 我覺得主要原因應該是因為早場 喔 因為我們出來的時候有蠻多人在外面等的 我覺得他們應該也都是要看蝙蝠俠 喔我們是看早上10點 10點半的 而且我們還差點來不及 對對對 因為我電影院時間是10點20 我今天10點半 然後我們10點20才到 喔差點就看不到片頭了 我之所以覺得還行啦 那是假的原因是因為我有看過 諾蘭拍的《黑暗騎士》 嗯 所以我是以那個當作標準來看這部片 你是諾蘭的腦粉 也沒有到腦粉 但諾蘭粉可以這樣講 但是不是諾蘭腦粉 好 每次說到腦粉我都會想到米粉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這耳環 這耳環的話題 然後回到主題 你是欠檢 所以我們就要來談一下 為什麼這一部會成為 欸欸你最喜歡的電影 而不是《黑暗騎士》 其實我只有看過一部《黑暗騎士》 就是 就是有小丑的那一部 就是那個 蛤?只有一部有小丑喔 對啊 其他兩部沒有 蛤?就是有小丑的那一部 對就是西式愛戒演的那一部 對 那也是評分最高的一部吧 對 對 那我那時候看的時候是覺得 那一部確實是好看 嗯 然後也確實是有諾蘭的水準 嗯 然後也確實是比漫威很多的電影有水準 就有深度 對 然後也確實是比《自殺突擊隊》好看 嗯 但是我看完這部之後 我覺得諾蘭專業歸專業 但他不適合蝙蝠俠這部片 我覺得差別是差在他們想要說的故事不太一樣 嗯 今天諾蘭所拍的蝙蝠俠電影 他比較像是要探討的是有關 蝙蝠俠跟小丑之間的一些 哲學的一些理論 他是藉由蝙蝠俠這個題材 去說他想要說的哲學理論 你說正義這件事情 他裡面不是探討的是在選擇 他給我看到的是小丑這樣的反派 是屬於一個更高水準的反派 他並不是為了什麼正義 或者並不是為了什麼錢 這種膚淺的東西 他今天真的想要的是製造一個混亂 他想要看看這個世界裡面 就是這個高潭市裡面 大家遇到混亂之後 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情來 簡單來講他跟蝙蝠俠 兩個之間理念就是互相衝突的 蝙蝠俠是相信人性本善 然後小丑是相信人性本惡 所以他們今天在諾蘭裡面的電影 也是在講這個東西 2022年這部蝙蝠俠 就是羅伯派丁森演的這部蝙蝠俠 他所講的比較像是 羅伯派丁森是怎麼成為一個蝙蝠俠的 這個蝙蝠俠的英雄旅程 這是我自己對這部蝙蝠俠的看法 那其實我喜歡的並不是 就是他是怎麼成長的 而是在於這部片 真的有讓我感覺到 高潭市是犯罪的溫床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諾蘭的黑暗其實還是有點太乾淨 就是他講的 人性醜惡的這一面 也不是到非常醜惡 然後城市也不是真的 很混亂 對 但是這一部是真的讓我感覺到 像是他很多景都是在廢墟裡面 然後他是真的很像 現實的廢墟 在高潭市的每一處沒有一處是安全的 對 然後你會感覺這個城市是真的很危險 但是黑暗其實不會讓我覺得 其實這一部你這樣講我就會想到說 其實我有聽過有人說過 是因為他是高潭市才有蝙蝠俠 今天假如是台北市 高雄是他不會有蝙蝠俠 那這座城市還沒沉淪到需要蝙蝠俠 這樣的人出現 我在想這就是你所說的高潭市 他有製造出那種混亂黑暗的那種感覺 對 像他一開場就是用很多的犯罪 來去帶出這個東西 然後我覺得他那邊其實鋪陳的很好 他從一開始的時候就有讓我感覺到 這可能就是我們的社會 但是黑暗其實對我來說就是 那不屬於我們的社會 那不是我們的現實 所以不會讓我有一種可怕的感覺 不過我覺得前半段他描述的很好的點在於說 他好幾個畫面就是壞人做完壞事之後 看到天空有蝙蝠俠的標誌嘛 然後他那時候就朝向黑暗去看 在那一段的時候 我在看的時候也覺得 有感受到那種恐懼感 我知道就是有點像是 露落牆死的感覺 你是一個罪犯 可是其實有比你更可怕的超級英雄 對 就是他有讓我感受到蝙蝠俠 他的可怕的點在哪裡 對 我也是這麼覺得 就是蝙蝠俠 他為什麼稱自己為復仇死者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講預告的時候 我就說羅伯派定生比較適合這個角色的原因在於 對我來說蝙蝠俠的形象就是一個 墮落的施行者 對我來說 可是那時候你就跟我說 在黑暗騎士那部片裡面 他的形象其實是畫畫公子 對 這也是我自己比較喜歡 克里斯丁貝爾所演的蝙蝠俠的原因 克里斯丁貝爾他的蝙蝠俠 比較像是完全棋的蝙蝠俠 意思是他在真實的地位 他就是一個維恩少爺 他就是一個掌管維恩集團的一個CEO 那他的樣子應該是要能夠出於這些事情的樣子 就是可能他必須要有那些社交能力 他必須要有乘坐冷靜的個性 當蝙蝠俠的時候他面對每一次 可能小丑帶給他的困難 或者是三部曲裡面其他反派帶給他的困難 所以他就可以乘坐冷靜去想 他怎麼去解開這個反派的目的 然後去抓到反派 他給我看到的是比較像是蝙蝠俠該有的樣子 但是如果我在看羅派定生的蝙蝠俠 我就覺得他就是一個蝙蝠俠練習生 因為導演一直在強調 他大概成為蝙蝠俠在一年十個月 他根本不知道他應該要做什麼 或者是他該怎麼做 所以整部片就是讓我們想看到說 布魯斯維恩他一直就在迷惘 他應該怎麼從迷惘中走出來 然後成為蝙蝠俠這樣的英雄的故事 就像他一開始都提到說 他自己是一個復仇使者 他在前半段都以為自己是為了那些 為了讓那些犯罪者害怕而存在的一個角色 其實是真的讓他改變的那個點 就是讓他成為那個英雄的那個點 我覺得是因為在後半段 有一個迷惘人的小樓樓 跟蝙蝠俠講說我是復仇使者 這時候他才意會到 其實他自己在做事跟他們沒有兩樣 只是復仇的對象不一樣而已 所以到後面他不是有一段是 他拿著那個螢光棒 那是螢光棒 然後先當螢光棒 然後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 煙霧彈吧 煙霧彈 對 不是煙霧彈 那反正就是照明的那個 照明棒還是什麼的 反正先當螢光棒 反正他拿著那個螢光棒 他引領著 拼命百姓走出那個 塌陷的地方 從那個水窟嗎 他算是看台底層 到了那個時候他才知道 自己應該做什麼樣的角色 他應該要為了那些善良的人 而成為一個英雄這樣的角色 讓他們是景仰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那個畫面很 很失憶啦 嗯 就是導演其實想要塑造的就是 蝙蝠俠 他到那時候就是點起了一盞明燈 然後帶領人們走向爭議嘛 這就是他這個畫面想要表示的東西 嗯 但是我覺得 如果蝙蝠俠後面真的有改變 然後成為了一個超級英雄 很正派的超級英雄 嗯 然後很乘坐冷靜 我就會覺得他跟其他超級英雄 其實沒什麼兩樣 哦 對 因為其實根本就不會有人記得說 到底誰是一個 就是乘坐冷靜 然後又很肩負重任的超級英雄 然後又很聰明的超級英雄 對 沒有人會記得到底誰是第一個這個形象 嗯 但是大家會記得誰是最精彩的那個超級英雄 就像Peter Parker 我們會記得他是一個高中生的超級英雄 今天很厲害的超級英雄一堆了 你要怎麼樣突顯你的特色 對啊 因為如果你真的是像你剛剛說的就是 Christine Bell那樣花花公子的形象 那他不就是鋼鐵人嗎 嗯 就是形象太類似 那他的特色在哪裡 他跟別人不一樣點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他定位成 像羅伯派丁森現在這個狀態的話 是我最喜歡的樣子 就符合他那種 今天是因為高產師才有蝙蝠俠的這種身份 他就是一個生於罪惡裡面的 另外一個罪惡 對我來說啦 就有點像是黑吃黑的那種感覺 對我來說他就是黑吃黑 而且蝙蝠也是一個不好的形象 對 而且為什麼 蝙蝠洞裡面真的有蝙蝠嗎 蝙蝠洞裡面就是有蝙蝠才叫蝙蝠洞 他電影裡面那個蝙蝠洞裡面是真的蝙蝠 還是特效蝙蝠是不是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住的地方真的有蝙蝠喔 啊就是蝙蝠洞啊 就是要有蝙蝠啊 這樣看起來比較 我知道黑暗騎士的那個版本 他是不是本來是 住在蝙蝠洞旁邊嗎 我也忘記他到底是住在那 反正他就是有個瀑布 然後進去之後就會 對啊 可是問題是他這個版本 他是住在 車站 車站裡 啊車站裡面為什麼有蝙蝠 可能他養了嘛 誒說到蝙蝠我想到一段 就是他有一段不是迷雨人藏那個 挖地的那個工具 然後藏在那個籠子裡面 那裡面剛好有一隻蝙蝠 然後他手要去伸 然後我其實一直在想 到底這隻蝙蝠是真的還是 還特效 應該是動畫 因為如果是真的 我不敢這樣伸進去 我就算我是演員 我也不敢這樣伸進去 就就拿 雖然我手上有戴手套 但是我就覺得有點抖抖的 可是蘿蝠派丁森就很 很ㄎㄧㄤ 而且說不定就是他 很熟悉這些吸血的動物 好好好 你是暗示他的某一部作品嗎 嗯 對 那如果你今天拿 黑暗騎士的小丑 跟這一部蝙蝠俠的蜜語人 這兩個反派來比較的話 你會覺得哪一個比較勝出一點 我覺得是蜜語人 怎麼說 小丑其實我有點不太理解 就是他到底想要幹嘛 然後他的心理狀態是什麼 感覺他就是你永遠不瞭解他 那對我來說 他就是一個突發性的神經病 但是蜜語人他是有來由的 對我來說就是這種 你可以理解的罪犯 會比你不能理解的罪犯更可怕 因為你可以理解就代表 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對 然後就代表你身邊的每個人 都有可能會變成他 其實你講的這東西就是 所謂反派的動機 這一點上面我覺得蠻令人認同的 就是你只要今天不是生存在 就是你啊 就是你 我沒有到那麼偏激啦 沒以為他反派的動機 雖然蠻令人認同 因為他的目的其實就是想要 把那些貪污的高官啊 那些在背後操作這一切的人 給抓出來 因為他想要為底層的人民發聲 其實他這有點像是民粹那種感覺 嗯 讓他們受到應該有奧偶的制裁 這樣子 我有看到有人說就是 迷語人在這部電影裡面做的事情 其實跟小丑有點像 就是他也是就是把蝙蝠俠搞得團團轉 然後他也是就是蝙蝠俠的另外一個面向 另外一個 對 但是我覺得迷語人厲害的點在於 就是他裡面說的 他叫蝙蝠俠幫他揭露這件事情 嗯 但是黑暗起司那部裡面 並沒有在劇情上面做到這樣的結合 我覺得兩部其實差蠻多的 原因在於說 迷語人 老實說啦 我覺得有點像是成為蝙蝠俠的養分 我可以理解他們說 為什麼迷語人是蝙蝠俠的另外一種面向 原因是因為 這一部電影的前半段的蝙蝠俠 跟迷語人其實都一樣都是世行者 但是小丑他並沒有所謂任何的目的 我們會不理解他在幹嘛 就是我們不能理解他的動機到底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小丑的目的 是跟蝙蝠俠賭 高潭式的道德觀 這座城市到底有沒有救 這座城市到底有沒有救 這是他們裡面一直在講的東西 但是迷語人他的動機就只是單純說 我今天是社會底層人 我今天要為社會底層的人發聲 真的要說他跟哪一個反派比較像的話 我會說是瓦昆的那個小丑 他也是一樣社會底層 他今天是因為他在社會底層 他得不到他所要的幫助 所以他的想法越來越偏激 直到他現在後來才變成小丑這樣的人 所以我覺得正道說起來這兩個反派比較像 然後黑暗騎士的小丑是比較不一樣的存在 他的存在只是因為蝙蝠俠的存在而存在 除此之外我有在想一個事情 搞不好迷語人的出現就是因為蝙蝠俠 他這樣施行者 因為他把自己定位成施行者 那迷語人可能就會想說 既然他都可以做施行者 為什麼我不行 那懂 就是模仿犯嗎 對有點像是這樣 所以他才一直把蝙蝠俠稱為是他的夥伴 他會幫他做這些 確實也是啊 我覺得這個安排還蠻巧妙的 其實老實說 我不喜歡超級英雄 有很大一個原因是 漫威常常拍出不太好看的超級英雄電影 然後我覺得 這部蝙蝠俠就有真正的做到就是 我說的就有真正的去補足漫威的缺點 然後甚至是彌補了他們以前的缺點 你會以後成為一個DC粉 有可能 因為前陣子有小丑 DC影片的高層應該是有很多智障 對 所以也不一定 所以可能只是昙花一現 對有可能只是昙花一現 如果他真的就是 這麼厲害的話 他們就不會拍出那麼多 那自殺突擊隊 但其實我覺得 詹姆斯剛恩的自殺突擊隊 不到難看 但也沒有到特別出色 你說的是哪一部 詹姆斯剛恩啊 就是我們去電影 那是新的那部 但其實新的那部我覺得也沒有很好看 我說認真的 我覺得他可能還是會被其他人 綁手綁腳 可是聽說好像沒有感 因為詹姆斯剛恩拍出來的電影 就有點像漫威超級英雄電影的感覺 所以你在看自殺突擊隊的時候 可能也會覺得他就是 有點像是漫威會拍出來的超級英雄電影 對 就是 就是帶有喜感的超級英雄電影 之前我們好像有聊到 就是我覺得DC勝於漫威的點在於哪裡 嗯 然後第一個點就在於 DC的東西都很有記憶點 嗯 但是漫威的超級英雄 很沒有記憶點 他們沒有自己的主題曲 也沒有自己專屬的台詞 嗯 你看DC的反派也有自己專屬的台詞 那幾句就非常的經典 像是什麼I'm Batman 或是說 I'm Batman 是那個陳時鈺 你剛我片裡面講的 他沒有台詞 本來有台詞說I'm Batman 沒有I'm Batman 就是他的聲音 Batman的聲音 就是很低沉 對 然後還有那個 小丑的 Why So Serious 嗯 對啊 他就很有很多記憶點 欸 那Peter Parker也有啊 能力越大 折力越大 可是問題是 就只有他 你可能會受到漫威粉的吐槽 我不管啊 我就是要挑漫威的缺點 我們可以拿就是前陣子 嗯 的那幾部電影來看 蜘蛛人 不是 永恆族 喔永恆族 為什麼不講蜘蛛人 蜘蛛人跟這 這一部片的格局不一樣嗎 差太多了 就是應該說拍的 調性啊 調性差太多了 對啊 我覺得我們可以挑一個也是很黑暗的 因為漫威沒有什麼很黑暗的電影 可能要過一陣子的希里博士 有啊 那個啊 什麼 猛毒啊 猛毒是Sony的 喔猛毒是Sony的 不要講猛毒好不好 Sony到現在沒有拍出一部好電影 所以我就說就是 DC這次真的有 把他們收力的優勢挽出來 呃 其實這有讓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DC剛開始在拍超級英雄 的時候 就感覺就是 太急了 他有很多好的題材可以去拍 嗯 但是他就是可能看漫威可以 這樣子賺大錢 他就想要模仿 然後靠這樣去賺大錢 然後反而就沒有花花時間 再去建立每個超級英雄的形象 那他可能現在跌了一跤之後 就決定 好 那就全部不要臉動 就每個都拍獨立電影出來 那我現在問你喔 如果現在他像前陣子出現那樣的小丑 然後出現現在的這樣蝙蝠俠 那你以後如果他出現了兩個人 有在同時在大影幕裡面出現 你會因此會覺得 更想要去看這部電影 我會想去看 但是我會很擔心 就是他又把他搞砸 呃我覺得他的期待度 會比當初漫威把英雄集結在一起 還會更有期待 截至目前為止我覺得DC最好看的兩部 就是這一部蝙蝠俠和小丑 我覺得啊 對但是小丑對我來說就是 太藝術了 哦 就是蝙蝠俠是小丑加漫威 嗯 結合起來就是變蝙蝠俠 所以他是 介於藝術和商業之間 商業之間 最好的平衡 嗯 就是他不會讓你覺得太無聊 但也不會讓你覺得說 太商業 我自己是會很期待 他們兩個 蹦在一起的火花 因為 他的火花蹦在一起 並不是因為可能像漫威那樣說 因為這個英雄跟那個英雄 放在一起會有什麼樣的衝突 嗯 而是在於說他們 兩部電影所塑造出來的角色形象 都是有深度的 那當這兩個角色形象 都是有深度的時候 碰在一起 那他們兩個之間的 角色的深度 那個深度的形象 會不會互相碰撞 而導致有些矛盾的想法 就是可能 一部電影它可以製造不一樣的價值觀 有些觀眾覺得說 我是支持小丑這邊 我能理解他為什麼會這樣 但有些人可能是覺得 我覺得蝙蝠俠做的方式才是對的 但我覺得他這樣拍出來 就會很像黑暗歧視 其實我要澄清一點 我沒有覺得黑暗歧視不好 我沒有覺得黑暗歧視不好 只是他沒有到這部蝙蝠俠 那麼讓你喜歡 我覺得怒蘭不適合這個超級英雄 不適合蝙蝠俠 對 他的風格不適合蝙蝠俠 我覺得他的這個哲學議題 只能拿在蝙蝠俠這個超級英雄獎 原因是因為蝙蝠俠才有經典的反派小丑 你今天如果把這個哲學議題 拿來當作其他超級英雄的課題 那沒有一個適合講這個課題的反派 不是我說的不只是故事 而他的畫面感 就諾蘭的片重點在於騷腦 有些導演他可能為了畫面 要讓他更漂亮更美更精緻 像這部蝙蝠俠一樣 他要去做刻意的一些色調調整 但是諾蘭的電影一向都是使用一些冷色調 他就是想要呈現一個電影最原始的樣貌 所以我覺得不是諾蘭的問題 是蝙蝠俠這個題材不適合他 對 就是我覺得蝙蝠俠終於找到他天命導演了 OK 那我們來說說一下 到底是哪些原因導致這部蝙蝠俠 他的風格變成這樣呢 講得好像很不好一樣 那其實是好的 這部電影他最主要是導演受到了那個蝙蝠俠 Year One 有點像是元年第一年這個意思 這一部漫畫所影響的 就是他主要是在講 就是布魯斯維恩還很年輕的時候 他正在成為一個異警 在做一些打擊犯罪 但是他並沒有拿任何酬勞工作的事情 他又不需要 對 他那麼有錢 然後但是起初的這個蝙蝠俠的電影 是屬於有點像是偵探片 然後他主要是在講可能布魯斯維恩 他如果去調查這些犯罪 然後去抓到犯人的電影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在這一部電影裡面 在這一部我們現在看到蝙蝠俠這部電影 他裡面他就是 也是比較像是偵探 在調查犯罪的這個事情 其實我覺得加入這個元素之後 他會讓整部電影就是更有特色 因為之前的蝙蝠俠電影都 好像沒有很著重在調查這件事 對 就是其實你看他在正義聯盟裡面 每個英雄都那麼厲害 那蝙蝠俠只是有錢這個超能力 那到底 就是他在這個整 那個部電影裡面的功能就沒到很大 被其他人吃掉 就是他的功能性也是可以讓別人取代的 如果今天他在正義聯盟裡面 他會表現出他這個方面的特色的話 那就會感覺比較不可取代 就是他可以用他的聰明才智 去用他偵探的那種思維 去幫助他們去解決反派之類的 我覺得這就是他應該表現出來的點 其實除了剛剛我所說的這個蝙蝠俠 就是他Year One這部漫畫 他另外一個受到影響就是 我們在裡面會聽到的那個配樂 配樂就是有關Nervana這個樂團 一首歌叫做Something In The Way 就是他主題曲 對對對 大家如果好奇的話可以去搜尋 Something In The Way 我後來有去看Nervana 他裡面的主唱叫做庫特科本 好像是因為課藥 然後後面才死掉了 那他的形象就跟這一個布魯斯維恩的形象有點像 我覺得這羅伯派丁森 對羅伯派丁森所飾演的蝙蝠俠的形象有點像 就是有點因為遭遇了某些 對遭遇了某些重大的災難什麼的 導致他一蹶不振 我有看到羅伯派丁森的採訪 他是有解釋他自己的這個角色 然後他是說就是他現在飾演的這個蝙蝠俠 他正處於就是一個混亂的狀態 然後他已經當了超級英雄兩年了 然後他覺得他自己在打擊犯罪 但是高潭氏的犯罪率還是很高 然後他就一直在想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 他說蝙蝠俠打擊犯罪這件事情 其實是有點像是他內心對於自己的救贖 然後他是把打擊犯罪這件事情當作解救他的一個藥品 然後他一直說他覺得這段關係就是非常不健康 這樣的心態非常不健康 然後就有點像毒瘾者在吸毒一樣 就是可能吸毒的人他們把毒當作他們的救贖 然後他是把蝙蝠俠這個身分成為他的救贖 但其實這並不是正確 就是有點像是他是在逃離他自己的陰影 他沒有去面對這些事情而所做出來的一個選擇 所以這樣就讓我感覺說他在電影的結尾是有 讓我們看到說他知道他該成為什麼樣的人 他同時間不但是把蝙蝠俠的形象給改變 也是把他自己布魯斯維恩的這個陰影給走出來 我覺得這是這部電影他可能給這個蝙蝠俠 給布魯斯維恩他最大的一個改變 就是他英雄旅程上所成長的部分 不要說他是英雄旅程 這樣子就變廉價了 但其實就像你之前跟我講的嘛 每部電影都是英雄旅程 對啊但有些很明顯啊 有些不明顯 只是你覺得這部片沒那麼明顯 那其實我們在看的時候你會發現說 他裡面很多是偵探片的感覺 這就讓我們想到之前在看那個火線追淒零的時候 就是一樣都是一搭一搶 布魯斯維恩跟高登局長 然後相對於那個布萊德比特跟摩根費里曼 對其實我覺得那部片跟這部片蠻像的 就是火線追淒零 有一些地方可能是犯什麼七宗罪 然後我覺得布萊德比特 就有點像蝙蝠俠這個角色 但其實我覺得最像的是迷羽人 對迷羽人跟他的那個反派 連環殺人犯 因為他會一直留下一些線索 但是我有聽說就是 好像迷羽人這個角色其實是基於 索命黃盜帶這部片 這部片我就沒看過 裡面的那個 對我也沒看過 那個連環殺人犯也是會留下一些謎語 其實故事的走法 火線追淒零跟那個蝙蝠俠 其實我覺得蠻像的 兩個都是反派留下了一些線索 然後從頭到尾 警方這邊都是被牽著走 對然後他們是到最後才解開了這個線索 簡單來說就是 你看到了我覺得這種片比較像是 反派還是主角 然後他們這些正義的一方 他們遊走在這些反派的故事裡面 就被拖著走 對然後而且甚至到最後他們沒有 去中斷任何反派的一個陰謀 就是我到 我看到蝙蝠俠最後一個 就是他已經把迷羽人關在裡面的時候 我以為 那時候蝙蝠俠可以至少去解開他最後的陰謀 然後去 讓他沒那麼稱心如意 但結果來說的話好像並沒有 但其實我覺得這樣拍的話就弱掉了 我覺得就沒有那個震撼力的那種感覺 對所以這兩個東西的結尾也是非常雷同的方式去拍 而且布萊德比特那個角色的彷徨跟蝙蝠俠也有點像 不過他們最後所做的決定不太一樣 蝙蝠俠最後是有點感覺像往上 就是他知道自己該成為什麼樣的英雄 但是布萊德比特所飾演的那個角色 最後是失去了自己的道德底線 對那個反派開槍 證明了反派是對的 對但是我覺得這是導演看導演想要跟我們說什麼 但其實兩部來說都是蠻厲害的作品 我另外想要打查一下 我後來再查一些資料的時候我發現 你知道美國真的有蝙蝠俠嗎 什麼意思 就是在美國一個密西根的街頭 真的有一個男孩一個青少年 他把自己打扮成蝙蝠俠 而且他的身分真的沒有公諸於衷 就真的大家不知道他是誰 然後大家都不知道說他為什麼會出現 只知道說他可能是有一天有一個什麼 街頭犯罪的行為讓他忍無可忍 所以他才開始披上斗篷 開始到街上去巡邏 然後一個人覺得很瞎 你覺得這個人很假 重點是他其實怎麼樣 他沒有像蝙蝠俠那麼強說什麼 直接去打擊犯罪 他不是 他是到街上巡邏之後 然後假如他現在看到街上有哪些 可能會有犯罪的行為 他就直接去打電話給相關部門 或去找相關部門來阻止這狀犯罪 而且我跟你說一個很厲害的 事實上也因為他的這個行為 讓他們整個小鎮的犯罪率直直的下降 真的假的 對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尋一下 所以他就是檢舉打人 可以這樣講 但是他屁著屁風 所以他是蝙蝠俠 所以他真的屁著屁風 對他真的屁著屁風 他是在路上很容易被發現 應該是蠻容易被發現 不是很容易被打嗎 但是大家也覺得他可能就是 屁著屁風的人 可是他是怎麼不被認出來的 他有學蝙蝠俠 他有戴那個頭套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說 那他什麼時候把服裝拿下來 他要在什麼時間點把服裝拿下來 然後他在哪裡 這我就不知道 這我們可以後續再繼續追查 不過你會覺得這個東西非常有趣 你自己去想嘛 你今天有個戴著黑色的頭套 然後披著個屁風的人走在外面 你敢靠近他嗎 就算你是流氓 你就覺得這個流氓再怎麼樣 都比不過神經病 可是有可能他只是扣聲而已啊 但是他的確是有做出這些行為 去通報警方他們 所以就讓當時的犯罪率 一直在下降 而且他有參加一些社團服務計畫 然後一些社區防範的一些宣傳活動 就是他跟警方是類似那種警民合作 打擊犯罪的那種角色 這感覺是黑鏡裡面會出現的劇情 好啦 這是題外話 那我們最後一樣來為這部片 評個分 欸你先評 我覺得你先評 好我先評 我給他的話大概是 7.6 7.6也太低了吧 有很低嗎 很低啊 那你說說看為什麼7.6 我覺得他是有排出蝙蝠俠的格局 就是 等一下我問你 你黑暗騎士贏給他幾分 8吧 太低了吧 那你酒到底是什麼片 可能像是 星際效應 我需要是那種結尾給我一種爆點的那種 但是他那個爆點必須讓你 真的沒有想到他 把那個話題跟這個話題扯在一起 因為星際效應他是把 科幻題材跟 人性的這個題材給扯在一起 好我們改天再聊這一部 如果大家想聽我們講這一部的話 在下面評論 OK 所以我給他這部7.8 我覺得 這部電影的優勢在於說 他非常有鑑別度 就是你今天一看到這個畫面就知道 這部是蝙蝠俠 主要是因為他的色調是用 比較偏黑跟橘色的色調去代表 很少電影是像這樣的色調 但是我覺得 就是因為是這樣的色調 所以老實說 在看電影的話 看整場下來會有點累 因為他色調沒有那麼鮮明 加上他的劇情上又是有點沉悶 他並沒有那麼像漫威英雄電影 或是一般的動作電影的那麼的 輕鬆那種感覺 娛樂感那麼十足 他可以說是商業電影 但是他沒有到娛樂電影的那種感覺 對 就是他整體的題材 他的劇情 他的反派塑造 然後他的每個角色塑造 然後他的整個畫面感色調 整個高坦式 整個都塑造得很好 但我給他沒有到很高分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我自己的喜好 對這種片 我這種片我可能看過一遍 兩遍 但是我不會一直去看他 但是星際效應那種可能就會 或者是像是漫威電影 你可能單純為了娛樂 你會一直想去看 嗯 對就是我覺得這兩個差別 對所以我才給他大概7.6 那沒有到真的很高分的原因是因為 純粹是我個人喜好 並不是他真的沒有到那麼高分 哦 對那艾琳你給他幾分 我給他9分 太高了吧 9分的原因在於說 其實你如果真的要挑這部片的缺點的話 你跳不太出來 我自己一直覺得啊 就是唯一一個就是他可能太長了 嗯 但其實你要反過來想就是 如果他沒有那麼長的話 他也許就不會那麼精彩 他沒有辦法鋪陳很多事情 對 欸這我想要打岔一下 我覺得我前陣子我們在講 《秘境探險》 《少年法庭》 這幾部電影的時候 他們都有個缺點就是 他們有很多的懸疑點 但是他並沒有讓觀眾去思考 這些懸疑點應該怎麼去解 但在這部電影裡面 我發現有些人會講 有些影評友說什麼 覺得這部電影太長 嗯 但我覺得這部電影 他長才有他的好處 就是因為他裡面有很多謎題 我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他出的每一個媒體 我都有認真在想 到底答案有可能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我很enjoy的過程 就是不會讓這部電影 變成三個小時太過無聊的點 對這就讓我想到說 這個謎語人就是把高潭式 變成一個大型的密室逃脫 然後他們就是一一去解謎 所以我覺得他又比火線追氣零更加的 謎題更加的有趣 對 欸你繼續你的講評 先從畫面上來說好了 他美術我覺得我很喜歡 然後他色調我也很喜歡 就是他有一個標誌性的色調 然後這些色調也是有意義的 而不是只是因為漂亮 他的配樂我也很喜歡 他有主題曲 對 這是漫威做不到的事情 漫威有啊 這副作者的聯合 這不catch啊 蛤? 這不catch 這很不那個 很不朗朗上口 對 就是你可能聽過的話你會忘 但是蝙蝠俠這個音樂 你聽一次你就會記得 我覺得他是已經到洗腦了 他不斷的把這個主題曲 不斷的去變奏變奏變奏 然後去創造出更新的感覺 對這就是我喜歡他的點 就是他用同一段旋律然後去變奏 而不是他覺得這裡應該放什麼音樂 然後他就放什麼音樂 然後他不只是對於蝙蝠俠這樣做 他對反派也有這樣做 就是他用那個嘛聖母送 欸你這樣講我其實覺得 DC的電影好像都有 每個超級英雄好像都有自己的主題曲 對啊所以這就是DC的優勢 他這次有抓住這個優勢 而且有把他發揮的零零盡致 對 然後再來其實就是導演跟羅伯派鈴森啊 我覺得這個東西有一點運氣的成分 他們兩個就是很適合這一部片 和這個超級英雄和這個漫畫 我覺得這是天時地利人和 這不是你知道努力可以得來的 就是導演剛好那時候有空可以拍這部片 然後他也願意拍 高層也同意讓他拍三個小時 這是一切都是一個你知道 就是 實事造英雄你懂嗎 就是因為導演那時候要拍出這樣的劇本 但是如果沒有羅伯派鈴森這樣的演員 也拍不出這樣的電影 對而且他旁邊的配角也都 我覺得都選得很好 所以就 對啊我覺得真的很棒 然後他的故事也不會很難看 就是他的故事不會像小丑那樣子 這樣個人情感啊 然後描述一個人的成長 我覺得 你可能就是因為很喜歡選影片這種電影 對啦我很喜歡選影片 而且我很喜歡犯罪心理的片 對他這一部都有講到 對然後他犯罪心理真的做得很好 我覺得 因為我很常看犯罪心理 還有什麼 刑案啊 案件 就是Will X的案 大家好我是Will 對 大家好我是Will 就很喜歡 然後我覺得他這一部真的有勾勒出一個 真實的罪犯會有的那種心理 就是犯罪都市的感覺 對 就不會讓我覺得說 這根本就不是真的罪犯 對 哎呦 難得超級英雄片給他那麼高分 這已經超過很多一般的片了吧 你覺得就是不只超級英雄片 這應該是截至目前為止 我們開這個頻道以來最高的一部片 甚至比完美陌生人更高 完美陌生人的缺點 就在於他的資本太少了 格局沒有到那麼大 對這個格局值得加分吧 就是這個錢 對這個錢 這個錢 他所塑造出來整個高產市的那種感覺 就是讓我們真的是 好像到高產市玩了三個小時 對 OK 那這是我們本週的電影老實說 蝙蝠俠 我們下週沒意外的話 就是講亞當 超時空亞當計畫 喔對超時空亞當計畫 Sorry 你想看還在那邊忘記 超時空亞當計畫沒錯 好 OK 那就到這樣啦 掰掰 超級展示 在那邊 下週 顏色 很 沒有 這是 感谢观看